長洲這一天星光熠熠 到處都是追星族 打頭腎的飄飾隊 就模仿韓劇的主角 一身時尚的打扮 踩著炸雞啤酒 猜不猜到他在扮著誰呢 世界盃即將開落 球身亦登場 森巴女郎都來長洲做慶 我扮巴西足球員 你會不會踢球 這個是什麼 世界盃 你扮誰 胡璃 胡璃 你這樣站著 胡璃府 這位明星就來自飲食界 馬上為平安包示味 一如以往 不少題材都跟政治議題有關 這個女生扮的就是 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 旁邊的京官 就手執基本法和一個取 林司長去到哪裏 繼續都被追訪 而這個女生就反串扮演 運輸及訪局局長張炳亮 諷刺當局容許來往長洲的杜倫加價 很好看 一錘領陰 還有食慧佬 我覺得很有趣 這個造型 非常漂亮 最後印象的幾個仙女都很漂亮 我認為是非常有趣 非常有趣 非常有趣 有很多色彩 有很多音樂 有很多音樂 有很棒的氣氛 推薦 今年的會景巡遊 一群有22隊參加 除了飄飾表演之外 亦都有舞麒麟的表演 太平清照的照是制製的意思 相傳百幾年前長洲瘟疫為患 自此以後每年的農曆四月 長洲都有太平清照的活動為居民祈福 無線電視機閘 陳嘉欣報導